大專校院三對三籃球錦標賽 繼上屆在台中火車站舉辦 今年第一場開幕戰 將比賽場地改到市政府廣場開打 讓各路高手能夠擁有舞台大展身手 他就是滿興奮滿期待的 因為很久沒有打到 就是規模張力這麼大的一個比賽這樣子 他的節奏速度跟一般五對五比賽差很多 然後他的身體碰撞給的強度也是給很高 所以說要在體力調節這個部分 要花滿大的功夫的 特別是在觀眾這個部分 因為尤其現在疫情的關係 很多室內的場地他沒辦法去做使用 可是他如果這次比賽辦在室外的話 很多路過的行人或觀眾可以 有時候會足足停下來幫我們加油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體驗 他在跟火車站都差不多了 但是就是人潮吧 就是那一年還是會比較緊張 然後也年紀比較輕 就平常打球沒有人在看 就家人而已 智利域搭造三對三城市 特別的室外比賽場地 死亡更貼近民眾生活 尤其台中有兩具紙籃球隊 T1的台中太陽 剛成軍就奪下聯盟手艦年度亞軍 至於Plus League 台心夢想家 以第二名的姿態 晉級季後賽 我本身是澎湖人 然後目前在高雄讀書這樣 其實我平常不常來高雄這個地方 台中這個地方 但是因為我可以感覺到 台中這個地方 他的運動風氣非常的盛行 也感覺到像很多像我們現在場上比賽的地主球隊 他的強度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可以感覺到一個城市 他有沒有在極力推動一個運動 對當地的運動發展也有很大的關係 漫入第三年的大轉三對三籃球賽 在推動運動風氣同時 南北區排名前二的淨履 9月還可以遠鎮日本參加季後賽 同時聯盟也放揚2024巴黎奧運 期許這些鬥牛好手 能夠披著中華隊戰袍爭取夾擊 馬鐵台採訪報導